吴凤终于拿到身份证,自豪是正港台湾人,被高雄美食征服。 三立都会抬爱玩客之老外看台湾主持人吴凤来台12年,近日正式收割为正港台湾人,原土耳其极的他终于拿到台湾身份证,幸福地在领书霸气宣示,以后别再叫我老外了。 终于有了正式的台湾名字吴成凤,吸引万名粉丝按赞恭喜,网友感性留言,谢谢你这么爱台湾。 也有爱玩客粉丝开玩笑说,这样节目是不是要改名了?不能再说是老外看台湾了。 让吴凤深深觉得好窝心,这么多年下来,观众真把他当作自己人了。 吴凤本周播出内容是他收到混血女摩雷暧昧的邀请,来到他的家乡高雄深度挖掘美食,原来拥有深邃五官的混血女摩雷暧昧竟是为土生土长的高雄外国人,而他推荐的美食,更让吴凤留下珍贵的男儿类,可见美食指督的威力不容小觑。 爸爸是德法混血,妈妈是日本人的雷暧昧,因为父母对高雄的热爱而出生于高雄。 这次要带着吴凤挑战试变高雄在爹美食,第一站就是出杀手锏,带吴凤品尝自己从小吃到大的三十年老店独门鲍鱼干被评价肉包,享受高雄五星级评价人情味。 而雷暧昧朋友得知他们回高雄,更带他们来到高雄年轻人最爱的逛的台旅,寻找演藏版豪华美食。 没想到医药厂却只见空荡荡的桌上仅有一锅豆浆,让吴凤不敢置信地一直问,确定是这家? 差点都要留下伤心的男儿类,笑翻种人,原来这是鼎鼎有名五米锅特色料理,浓郁汤头遇上新鲜牛肉,让吴凤吃得赞叹不已,而雷暧昧更在一旁吃到好吃到傻了眼直呼不可思议。 接触雷暧昧带助吴凤来到了一间他的口袋名单,是一间既浮夸又澎湃的日本料理店,里面隐藏版的炙烧鲑鱼起丝花卷,浮夸的造型搭配满满馅料,让人经验十足,吴凤更激动表示澎湃到完全是跑车型料理。 最后再端上一碗大胃王专属纠集爆浪烧肉井,香气四溢的烧肉,搭配上至烧过后的焦香,好吃到无缝舌头都要吞下去了。